Hello,大家好,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初秋的妆容 然后首先呢,我用的是Pixi家的这个眼部调色产品 紧接着呢,我用的是Suku家的这款粉霜 颜色是003号 其实我发现这款003号粉霜并没有那么黄 大家可以从视频中看出来 然后呢,它刚上脸的时候有一定的粉质感 但是它的遮瑕绝对是中等偏上的 整体的妆向呢,是一种奶油剂的效果 到下午的时候呢,它的颜色和那个持妆力都非常非常的完美 眉毛的部分呢,是我花时间最久的地方 然后我今天还是用的那个Alastasia家的染膏 我一般的方法就是从尾部先画起 然后把剩余的产品画到眉头 这样子的话呢,会比较自然一点点 到了眼妆的部分 首先呢,我是用的Mac家的一款单色眼影 这个眼影呢,它其实可以做一个类似 增加轮廓的一个打底色 我觉得是 第二个眼影呢,会选择用一款比较平一点的眼影刷上 大家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不一定要晕染的非常好 但是一定就是把自己想要的那个颜色画饱满之后再晕染也是一样的 最近呢,我非常喜欢用文艺复兴盘 因为它有几个亚光色,我还蛮喜欢的 第三个眼影呢,会选一个比较扁平的斜口的刷子 然后画在比较接近睫毛的地方 然后不要忘记就是画下眼睛的部分 之前呢,有很多妹子就是在微博提问 关于就是我的睫毛是怎么画的 其实呢,如果大家想要自己的睫毛就特别突出的话呢 就记得眼线一定不能画的太粗 眼线画的越接近睫毛的部分越好 到睫毛的部分 今天我用的是苏佳的睫毛夹 我一般夹睫毛的方法呢,就是属于分段式的 然后慢慢慢慢的往上提的那种 我一般可能会夹个两到三次 如果你想要你的睫毛就是维持时间比较长的话 睫毛膏的部分呢,首先我是用的Inksfree家的那一款 细头的睫毛膏打底 因为我发现如果我涂了那个之后呢 再涂任何的睫毛膏都不会出现结块的现象 它可以保持你的睫毛就是根根分明 还有一个就是它有一个类似加长增长你的睫毛的效果 紧接着呢,我用的是欧莱雅家的这一款浓密睫毛膏 因为我最近还在测试这个新品 但是我有看YouTube的视频的时候有很多明星 好像老一辈子都在用这一款睫毛膏 所以我觉得它肯定有它的魅力所在 腮红的部分呢,我还是用的阿玛尼家的502号 这个颜色就是非常的适合秋冬 一般修容呢,我会带到就是发际线的位置 因为我发现如果我把发际线稍微修一下容的话 你的额头就是看起来不会那么突兀 到了鼻子的部分 大家记得就是如果是修鼻影的话 或者是想要三根比较明显的话呢 那个鼻影一定要从那个眼睛的那个眼窝 就是眉毛那个眼窝那个地方一直画下来 然后要把它晕染看 因为我以前看过很多女生就是没有晕染开 就会有很明显的一条 那嘴巴的部分,首先呢我会用这个CT加的唇线笔 然后颜色是Pillow Talk勾勒出我的唇线 这样子的话呢,之后上那个液体的唇膏呢会比较好上 还有一个呢,它可以就是防止你的唇膏跑出来 另外呢,它可以让你的唇膏持久力比较长一点点 口红的部分呢,今天我选用的唇彩就是Smashbox加的 这一款颜色我觉得它薄土比较好看 所以我一般就会画比较少一点点 然后用刷子刷开 如果大家还没有去入这一款的话 我觉得它是真的是秋天必入的一款 实在太美太美了 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忘记了就是内眼线 嗯,画内眼线呢它可以就是让你的眼睛更加有神 这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我初秋的妆容 希望大家能喜欢这个视频 如果你是新看我的频道的话 那请关注我的那个Instagram还有微博 我经常有时候会更新一下 就让我们下次见啦,拜拜 拜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